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生活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,当然我们都可能会想人类会在地球上千秋万代扮演下去,在地球上一直生生不息,但是随着地球上出现的一系列环境污染,以及人口超负荷,能源枯竭的事件,这样仿佛在提醒我们人类在未来可能会面临灭绝的危险处境, 而且宇宙中还有可能会存在着高级的外星人民,这些都是威胁我们人类扮演的重要因素,那么如果我们人类在未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,或者外星人抵达到地球上开始大开杀戒时,我们应该怎么办? 科学家说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让我们保命,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虫洞的穿梭,抵达到另外一个宇宙中,脱离这个有危险的宇宙。 早在几十年前,著名科学家阿因斯坦,就提出了宇宙中虫洞的存在,是连接两个宇宙的隧道口,跨越虫洞我们就能实现去到另外一个宇宙中,从而实现了时空穿越。 但是对于跨越虫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需要无限的能量,才能开启这个星际之门,并且人在进入虫洞之后,还有许多不可预知的不确定性。 这就是类似最后一波的生死瞬间。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,如果到时候我们人类已经演变到高级文明阶段,那么我们就能收集到极强的激光术。 然后科学家使这个激光术,全部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,当能量达到普朗克常数时,便会让宇宙时空变得不稳定,然后变成一个泡泡形成洞口,带领我们逃离这个宇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